大家好,我是陳當山 最近美國跟加拿大智庫公佈的2023年人類自由的指示 這是HFI,就是一種INDEX,這個報告裡面 他說台灣在165個國家當中排名是第十二位 儘管,儘管 那資料比去年進步兩名一萬 還是算是亞洲自由度最高的國家 指向評比顯示政府跟人民共同維護自由的一種努力 已經獲得具體的一個成果 那這個是我們大家來慶幸、欣慰 國際上有幾項關於自由度的一個調查 包括這個綜合性的人類自由指示的報告 也有專門性的一個新聞自由跟經濟自由的調查報告 另外還有針對政權的民主程度進行評比的民主指示 這就是INDEX,也有這種報告 那今年來我國在這些評比裡面不斷都在進步 除了新聞自由還有這個改善空間之外 大多數這個評比都已經把台灣歸類為完全民主跟自由度最高的國家 那例如這個華府會營利機構自由之家 就是Freedom House 它所發布的全球自由度報告 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這個年度調查報告 它可以用來衡量每個國家跟地區的民族 就是人權公民自由和這個言論自由 它對政治權利所謂Political Rights跟這個公民自由 這個Siever Deputies 所作的評比區分為7個等級 那分別從最自由1 只有自由的就是1到最不自由的7 分7個這個等級 那今年來台灣的這個評比都達到1 從1到7我們是評比在1 跟先進民旨國家一樣 並列為全球最自由的國家 再來是經濟自由 根據美國傳統基金會公布的 2021年度經濟自由指示的報告裡面 台灣從2020年全球第11名 進步到現在是第6名 主要原因就是政府誠信度的提高 那雖然2022年還是第6名 但是總得分第一次已經超過80分 正式進入經濟自由國家的這個行列裡面 那今年在180個經濟體中 我們是排名第四 更是歷年來最好的成績 那顯示政府推動經濟自由化的一種成果 已經獲得國際社會的肯定 那新聞自由方面根據烏國界這個記者的一個指數 他所發布的新聞自由指示裡面的報告 2021年這個台灣在180個國家當中是排名第43名 2022年是38名 2023年就進步到35名 那這個是2008年以來的一個新高 這項評比區分為五個等級 分別就是所謂好或者他們叫good 狀況上可以就是satisfactory 它是分等級的 這裡面有一個等級就是有問題的 他們叫problematic 那是有困難的他們叫difficult 那非常嚴重就是very serious 那我國是屬於第二級 是亞洲最優良的一個國家 那評比單位表示 台灣存在這個政治兩極化的情況之下 常常因為政治立場這個不同而會扭曲這個事實 那加上假訊息泛濫 假訊息一大堆可以小心 所以無法進入第一級 這是我們應該改進的地方 還有經濟學院發布的民旨指示的報告 針對167個政權的民旨程度進行評比 它區分為完全民旨 他們叫full democracy 那部分的民旨就是float democracy 然後混合政權就是hybrid regime 或者是專制政權他們叫authoritarian 台灣也被評比為完全民旨的國家 就是full democracy 那我們看過這個台灣的量力表現之後 我們再來對照中國跟這個香港 關於中國各項這個組織的排名 大家都知道 他們常常使用這個全球的島式 對未來上來比較快 就不再花時間來說明 比較值得拿來對照的就是香港 因為過去的香港 不論是人類自由 新聞自由 或是經濟自由度 幾乎都是全球的前段半 但是中共把這個黑索 升進這個香港之後呢 原來的民旨自由已經完全變掉 讓全世界感到非常的惋惜 那我們先看這個人類自由指示 香港這個排名 從13年前的第三名 不斷的這個下滑 去年變成三十數名 今年又跌到四十六名 人身自由排名 全球它是排第八十二名 言論自由是排一百一十二名 差不多給我們第一位 那集會結社自由更是掉到一百四十六名 差不多想不完 那再來看這個新聞自由指示 香港在2002年還高級第18名 那反送中運動跟國家這個 國安法這個實施之後呢 港湖不斷地用這個 危害國家安全名義來逮捕新聞這個工作者 2022年已經變成一百四十八名 屬於不及格的一個艱難等級 這個運動不急了 那至於經濟自由指示 傳統基金會認為香港的經濟政策 已經被北京來操控 2021年就把香港把它殘除掉 沒有擺在裡面 那直接拼出這個中國經濟自由度的一個評估 那台灣這個向這個世人展現 從這個威權走向民族的奮鬥過程裡面 香港卻是從民族 來墜入這個威權的悲慘這個寫照 香港人打很多鬥病 我們應該體認這些成就 都是台灣人民努力幾十年的一則成果 這不是身上掉下來的果實 也不是可以永遠享有的這個 連假這個物品 我們只有用心 來守護這一項珍貴的價值 才能夠確保真正的民族自由 今天再次謝謝大家 再次向大家的心理供應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